这段我们最后要教的一个叫核能 这个核能就是利用核反应产生能量的叫核能 我们有两种 一种叫做核融核 一种叫做核分裂 台湾用的名词是核融核分裂 你在别的国家用的是核裂变跟核聚变 意思一样 核融核就是让它从小的变成大 核分裂就是让它从大的变成 核融核就是小核变成大核 氢融核成氦 然后产生能量 我们在地科天文的时候教恒星之所以会发光发热 就是因为核融核的关系 透过核融核反应发光发热 核分裂就是从大块变成小块 大核变成小核 所以在广岛的原子弹 以及现在的核能发电 线岛的发电都是利用所谓的核分裂 我们以后讲到发电的时候 电场的时候 我们会再举这件事情 OK 那这里有一个核分裂核融核图示 就看一下 这个图示的重点是上面看起来刺刺的东西 那个刺刺的东西是表示有放射性 所以有一个有放射性的大核 分裂产生两个有放射性的小核 然后最后有个能量出来 就是我的核能产生的能量 那重点就是它有放射性 然后就有一些伤害 所以为什么有人说核能的灾害万万年 就是有放射性 然后半摔期很长 伤害会持续很久 那下面的核融核 你看它就没有刺刺的 所以它是没有放射性的小核 核成一个没有放射性的大核 所以它就没有现在所谓的核能发电 会产生的放射性废料这个问题 没有 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核融核 就是这样子的核上面 大核变成小核 小核变成大核 核分裂 核融核 OK 最后都是有能量生成 那就是公式 就是知道说爱因斯坦的直能转换公式 在所谓的核反应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质量转变成能量的 直能转换公式 1等于mc平方 这个是这一段里面 有可能考计算题的地方 它告诉你 我有一公克的 东东 如果完全化成能量 会产 那会有多大的能量 在这个公式 以北 mc平方 但是请注意 单位 这个m的单位叫做公斤 c是公尺 秒 每秒几公尺 光速是一秒 三十万公里 要把它换成公尺 然后记得在mc公斤 我跟你讲是一公克的物质 要把公克换成公斤 注意一下计算的时候要注意 OK 好 注意 1等于mc平方 我当初 销公斤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我销你背 每秒三乘十的八十方公尺 你还记得吗 我说未来有用 就这里有用 这里有用 每秒三乘十的八十方公尺 OK 1等于mc平方 这里是考计算的 刚才说有个放射性 就是原子会衰变 会从甲元素变成乙元素 然后有三种放射线 古时候 这里是非常爱考的 还可以有不同的考法 除了最有利考的 等一下讲的穿透性之外 还有一些什么经过电场 经过磁场的变化 可是因为后来课本删掉了 课本删掉了 所以现在好像要再考也不容易 但是你还是要注意 衰变的时候有三种衰变 一种叫做R法 放出R法 R法就是氦原子核 氦原子核就是带正电 子子跟中子 中子不带电 子子带正电 它带正电 所以它会被负电吸引 然后下学期 将电流在磁场的时候 你就知道它会偏向哪一边 下学期的事情 它的穿透力很薄弱 我只要拿一张纸 绑住它了 它就穿不过去了 叫R法衰变 另外叫做Beta Beta Beta是电子 我们教过电子带负电 电子带负电 它的穿透力比R法强 这里写的是0.3公分的铝箔 你就看一下 有的书上写的内容不太一样 有的书上写的内容不太一样 我在讲义的知识快递 我给你写你就看一看 就是提示一下给你 然后呢 一个叫R法 这两个都是物质 一个是氦原子核 一个是电子 好 另外一个是能量 叫做伽马 伽马是电池波 所以不带电 因此不会受到电场或磁场的影响 所以下一堆集交的时候 穿过一个食场 或者穿过一个电场 它会不会偏向 它不会 它穿透力最强 最强 然后呢 这样这样这样 看看 对 但是你就是看一下就好 看一下就好 那个是我讲过的 数字跟自创力写的不太一样 不过没有关系 反正就记得要穿透力 古时候就喜欢考 就是谁穿透力最好 谁穿透力最差 然后配合未来要交的 可以知道它会电到哪一边 在电流电场或磁场中 是因为它带电的关系 那以后的事情 OK吗 OK